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河流水清幼田 乡村演说家走进了天津市 来到了小新码头村的田地间 乡村演说家 天津战十进二 政府是振动出来的 人才是第一个很关键 门对门 互对互的 让农民掌握新技术 获得新知识 三 二 一 六 老百姓不救 我就亲自背着盆过去 给老百姓去救 看着他们 跟当年的我一样坚定的眼神 我决定再难 也得跟他们一起扛过去 你们支持谁就把手中的米袋子 投到米缸当中 只有一位能够成为天津战的乡村演说家 我叫胡正刚 今年45岁 是寒家树村党委书记 我相信思路决定出路 有什么样的格局 就有什么样的作为 时刻保持思考 才能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团结务实 开放创新的 这个务实 就是你要结合你实际 干任何事都是一样 对吧 胡正刚努力拓宽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带领村民建起农产品批发市场 让寒家树村成为北城区的第一个亿元村 经济上去了 环境更不能输 胡正刚下大力量整改村内生态环境 同时他实行的人才振兴计划 让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建设家乡 这次去到小鲜马头村 我希望把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我叫张犬 今年51岁 从小跟着父母在地里干农活 对土地有一种说出来的亲切感 曾经身无分文的我 干过苦力 打过短工 后来与种子结缘 让我开始了自主创业的历程 在天津市宁河区农民的口中 流传着一句话 种地要想多挣钱 就到神农找张犬 你好 是吧 今天小鲜是吧 一人挣多少 一人挣多少 一人挣这个 现在收工了 挣400多的 要正常收工啊 他赶紧6点多 7点多 都挣600他们 所以我们好累了 对 这里是找他 根本就给你们含了 一人挣4成型 那边 不要还好 我还是哪儿 身材 什么 真的 我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黄正镇素有京东云米市商人名称 元老提的薄底新米节 新米节 丰收节 插阳节 插阳节 釣蟹节 四个节 初一我觉得这四个节挺有意思 这些节的话您是 怎么说呢 是阶段性的还是定期高 没有按期的能什么时候搞下来 那为什么呢 一个是咱们村这个人员上 年轻人基本都不在家 搞这些活动还得靠其他的一些外力 跟他们这支援搞下来 这个码头还是在按我的角度看 还是从文蕾发展文蕾上下手 因为刚刚看着孙石管 还有好多文化抵用 把这个文蕾融合 融合到一起 我感觉从这方面的国材 调研当中充点招数来 红手机 咱们这个池里的大米卖的现在怎么样 大米卖的不理想 不理想 那主要是卖的是稻谷还是大米 这个卖的大部分都是稻谷 稻谷卖多少年金呢 在一块三到一块四之间 一块三一块四 张总你那是大米一般卖多少钱 我们大米卖到十块年金左右 为什么卖不上价格 我想它主要是没有自己一个平板 这样打不出去 我想是从我们小新码头 这个有质小栈道的产业入手 让村民能够守住多一点 太好了 那接下来几天呢 就请两位扎扎实实的 在咱们村里面 好好地摸一摸情况 我也期待着这两天 随时跟两位保持沟通 好 好 谢谢两位 那我带你到村里面转转 好好好 是吧 你看四林八行的 赶紧点都知道 你看荒庄华的图 你看这个水也好 对 那都是螺丝 对 对 有这些东西 你看看水这都特别好 你看看 你看这些浮游省物什么的 都非常好 这水是甜的 那你们这还离这超白河很近是吧 就用的超白河水 我们用的都是超白河水 过去你们这个荒庄华有三宝 叫烟鱼紫蟹 螺维草 对 其实我看完之后 水源 土质 品种都没有问题 确实有个困惑 我说这样好的米 怎么卖不出去呢 里面还是这个流转土地的种植大户 几个人种过这个 这块地 就一个 你待会把他电话给我 我跟他聊聊 我找到什么运营 你好 韩丽华 韩老板是吧 是是是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很年轻啊 听说这两千多亩地 都是您招包的 对对对 现在你看到吗 老韩 水稻已经粉裂了 你看这个品种非常好 现在这地里八草嘛 八草 这个稻田养蟹 不大农药 对 有机种植 对对对 你看这个我刚才使棍一查 土壤特别肥沃 在按着这种有机的方法种植 种出来的水稻绝对好吃 但是老韩我告诉你 好久也怕青子沉 您一定啊 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行 到时候做点小食品 老百姓最羞羞的 这是什么嘛 就是这种绿色呀 有机呀健康的大米 对对对 如果你把全程都排下来 成一个网络红人 你放心你这大米啊 不用瞅 不用瞅 还有你参瞅卖大米嘛 是 好 多张总多多帮忙 在张全给重粮大户 吃点子的同时 胡振刚跟留村创业的年轻人 进行着深入的交流 来之前的洪书记也说 你是村里年轻人的独苗 所以说洪书记对你寄举了特别大的期望 小伙为什么要返乡创业 那样初中我就辍学了 然后我就去外面打工了 干过电汉工 干过这个保安 还干过送水工 最后我干的是那个厨房的那些餐饮 到2010年的时候 我们村开始乡村旅游 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 就想回到家乡 想这个做这个 我有个想法 你村里成立一个人才储备控 我想你是第一号 你一定要参加 必须要参加 好吧 我感觉超这个孩子非常有思路 应该处理他第一个农家院 在大家都没做的时候他就做 我感觉应该说 我要是这人才库降临起来 发动他们的思路 应该会对处理后期的发展 一定会有帮助 因为他就在本村 他了解本村 一个人才先入库 接下来希望更多人才同时入库 好 那你说你得帮助 行吧 你是第一个 后面把你认识的年轻人 都介绍过来 咱大伙一起干 好不好 好 想把你们一块 把你们聚在一起 回来在村里干点事业 有没有想法呢 我可以考虑考虑 可以考虑考虑 怎么还考虑呢 在你家干怎么还要考虑呢 就是我不知道 要在家干什么 不知道干什么 在一起干什么 所以说我找你 就是要告诉你干什么 不 我不多养职 今天我隔着 我现在在外面上学 还在上学了 还在上学了 好 因为你家里条件 这个环境这么好 基础又这么好 很多事可以干 好吧 行行行 然后我呀 几个人咱一块儿建个群 完事后来咱试试聊 行吗 好 完事一定要参加 好 好不好 好好好 好 那你们好 好 刚才通电话 就会见到面了 是吧 刚才跟你们说 在李超的帮助下 胡书记又扩大了他的人才库 准备与村里的另外两位年轻人 共有朝白河 进一步了解村内的发展情况 您好 咱那儿还有那个白米饭吗 有 是咱们小新码头地里种的吗 是 对 咱们党地的米 党地种的 你呀 先给我盛两碗白米饭 好的 然后他用我一会儿再点 好的好的 有吗 这个大姐啊 太实在了 这大碗米饭 这两碗米饭 好 这次咱们去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它解决 麦米的问题 所以说呢 我先点上两碗米饭 我先品尝一下 观察一下 到底这是米 熟米饭 有没有什么问题 张总 郭老师 郭老师好 你吃饭还挺前辈的 干吃米啊 你先看看 这个亮度 它应该好米 是有那种油的光泽的 对 油光泽 是吧 亮啊 特别有嚼劲吧 而且干吃 能吃出来那股甜味 嘴里是有甜味的 有甜味的 嗯 蚝米 非常好吃 卖的怎么样啊 它这卖的不太好 我呀了解了几个农家院 蚝米为啥卖的不太好 我卖的不太好 这时候我再找找茵茵 徒院 有那个省大米吗 我收点米来 就是今天做饭这种米 好嘞 您好大姐 哦 这次是你们家的大米 对 这次咱们本地大米 就是您吃的这种 就平常就是 如果我要是想买个两三斤 就是这么卖给我 对 就是这种的 好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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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那碗我吃了 看什么呢 看什么 我突然发现一点问题 我如果是游客的话 就有购买的欲望 你看 他拿给我一个小白蛋 然后我就包装问题 这这么好的大米 你一辆北就到了 是吧 还是啊 就是我买 你说我要是买个散装的 是吧 你应该给我很精致的 对啊 很精致的大米 包括得真空 是吧 下两位生虫子 是吧 有客来了之后 就不在于 多花个一块两块 但是包装首先 一定要精致的 所以说张总找到抓手了 我感觉这个包装可能啊 这里面还要宣传 应该有一些问题 小时候总来操卖河吧 经常来 游泳 游泳在这 从每天都在 那边有船 过去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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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旅游租船 对 钓鱼那可以吗 钓鱼也是 他能带我们转一圈吗 可以 好好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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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游客呢 他来了以后坐坐船 拍拍照也就是 是吧 对 水质好 环境好 对 超白河的鱼 应该是最主要的 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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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白河鲫鱼 最有名 白鳞鲫鱼 超白河 你现在进鱼期是几个月 三个月吧 三个月 来清晰清晰 之前的时候 在超白河上就说 有没有什么游乐巷 之前也没有 是吧 从你们记事之路 可能应该就 之前都是 像 像二来这儿 不予游泳 别人像都没有 那现在你游客来 那肯定不下去 对 对吧 超白河这个资源非常好 好多游客 是送了超白河来的 但是呢 村里在超白河这个资源利用上 可能还是留在开发 像那个 我之前听说一个 超白银行 你们 知道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天 就是晚上下网 早上洗雨 洗完鱼都卖了 拿着钱回家 相当于上银行取线一样 那你这个银行 你是只取不存 是吧 对 只取不存 实际像你们 农家院延伸一下这个项目 对吧 延伸延伸下来 下午在这儿 送你电话 这个坐船 转一圈 烧点雨走 不挺好吗 你有几个专门干这个 我一打电话一联系 这边又快去了 你到那儿去吧 是 这个项目我告诉你 绝对是个好项目 绝对行 现场吃 吃完之后我还可以 帮你卖点米 这个泥哥这有意义吗 你这个家 谈你的家 你这个家 这些院子都是空的 这些院子都没有 想要吗 有要的想法吗 他弄憋着我不吃 好 这是原氧锅 原氧锅 甜的很甜 很甜 下菜饭 口感特别香甜 我们选呢 给有客送点米的 太好了 让有客 现场吃 吃完之后 我还可以帮你卖点米 点麦再送 米送的是少数 卖的是多数 他吃到咱们好的大米之后 他会感到性价比比较高 他可能啊 下一回回来之后 还准备为买点大米 站着玩吃顿饭 大家如果认为啊 这个米挺好吃的 举一下手 好 你看 都这个好吃 统一送米的 大家举举手 我得帮大家确定一下 就是送米送多少 送个我估计啊 这一个有客呢 两斤或者三斤 送两三斤 对 两三斤十来块钱嘛 是吧 这样啊 刚才其实张总说的这个思路很清晰 就是说大家以后 配套着来我这住宿的游客 我就给你送两三斤大米 这个经济账大家可以自己算啊 咱们先来摸摸底好不好 好 认同张总的这套方案呢 就是说我从今天开始 接下来来的游客送大米 同意这个方案的请举手 就一个 就一个 大哥您 您您为什么不同意 我还不同意 因为现在那个 李范儿庄也有 您跟这那边 咱们也有 那个价位天才都比我比较低 因为你在送大米 再提高价 你根本是出我根本是拉着 这个您说这有意义吗 他把米饭那也吃了 他那你再送他 你这块什么钱 你这个价 谈哪个价 李范儿 这咋这给你找我们 对 我们很多农家院的老板 还是我们农民朋友 可能在创新的意识上 还是有一点点保守 说我送大米 本身卖的价格就不高 然后再送几斤大米 那要亏钱的 水做亏钱的慢慢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人 我就感觉不失望 大家肃静肃静肃静 尹老板 这个你有一个农家院 是吧 这样 这个米饭 咱们搞个试点 是吧 补你出钱送了 用我带着米 我帮您送 今天就在那搞个试点 咱送一下 看看你的有客呀 会不会多 那接下来 那我们就等二位 这个新组合的好消息 好不好 好啊 来 你老板 好 来 这些院子都是空的 现在 这么好的旅游的这个地域 应该有年轻人回来啊 好多发展空间 想要发展文旅产业 自然离不开文化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 小新码头村的文化底蕴 胡振刚和村里的几位年轻人 来到了小新码头的标志性地点 表凡文化广场 广场的建设 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 保底之县 元了凡 明朝万历年间 元了凡在这里 南道北众 教化乡民 开启了北方地区 种植水稻的鲜河 这不仅为当地的村民 带来了生计之源 也让现在的小鲜码头村 拥有更多的机会 发展文旅产业 小朋友你们好 你们好 在这玩球呢怎么 我们平常住在这玩球 是吗 这是你们自己画的 是的 垃圾石 连个蓝球光都没有 您给我们看看 可以设计设计哪 可以放个蓝球光 好 平时放学以后就玩这个 有出来还有别的好玩的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是吧 太可惜了 是 你这么大的广场 在这闲置的浪费 包括蓝球场都可以在这儿 儿童游乐都可以 弄一个滑梯 户外拓展 拓展项目 第一个吃螃蟹很重要 对 这一个试点咱们必须把它做成了 必须把它做成了 先尝这个米 这是我们的米 这是您带的 我们也是在这儿的米 这米比那米好 这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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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来 我给您剥点 来 多吃点 老哥 尝一下 您这是市里来的 是吧 是 每周都过来吗 您呢 等着 等着 想着每周都过来 这地方好不好 小型码头 来 您唱一下 老尹大哥 他们说了 这个米饭 比这个米饭要好 这是叔叔说的 你们这吃饭 我依然给你们送上一包 好不好 不用花钱 看你就开心 但是帮我们宣传宣传 十块已经贵不贵 这一包二十块钱 你送送这 十块钱买吗 对 好 如果是说 我们要怎么联系呢 联系找我们的老板 找尹老板 想要吗 有要的想法吗 都我们回去 万一 好 对 有用米的就打这个电话 行 好不好 您今天有六十岁吗 好 起无了 不会吧 那么大岁数了吗 我简单的 跟你做个调研 做个调研 您对小型码头的特产有了解吗 都了解小型码头都有什么特产吗 没有 没有了解 不了解 比如我要下次举办一个活动 要送大米 您还会不会来 下次我来 左门点那个吃这个 左门吃这个 他弄别的我不吃 好 好 这次活动啊 我认为反应还不错 这几个老同志 回家之后如果好的话 回到我们再从哪儿买 好 我想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做弄家圆这些老板啊 可能在宣传意识 不单单是大米的宣传意识上 其他的特产也都没用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啊 小心码头啊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啊 怎么样尹大哥今天有收获吗 有收获 谢谢 有收获吧 他们对米评价很高 他说这个米比你桌上的米 好吃一些 实际客人吃着米好了 他自然而然呢 走的时候 他也买一些米啊 好不好尹大哥 一定要有这种意识 好 也祝你发胎啊 祝你收获 你过来一个影片 张全的大米推广 开展的热火朝天 而此时的胡书记 也在和村里的年轻人 筹备着PPT 他们二人 会有着怎样的好点子 为小新码头村的产业 带来新亮点呢 郭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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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这 坐里边 正好跟我们指导指导 没没没 我还学习一下 我们几个人在讨论 做一个PPT 然后结合我们这几天 在村里看的 结合我们他们的想象 做这么一个我想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提升 小心的这个隔离产业 一个提升 第一个呢 我们刚刚说的是什么 把现在的村里有39个 没利用上的农家园 集体统一云 统一管理 还是第二个项目呢 他想了一个 没到冬天的时候 这个稻田里全是病 把冬天的这个冰雪项目 引起来 这有意思 对 我很期待你们的这个PPT 能够很扎实的 然后把这个东西 想法变成现实 好 好 那个PPT呢 我感觉对他们的村民 也有一个打开思路的 一个作用 年轻人知道以后呢 感觉我的村子 有这么大潜力 有这么多的 应该挖掘的点 可能对他们的回顺 打算回来一会干的热情呢 也是一种计划 闲话少计我打本子 乡村演说家走进了天津市 来到了小心码头村的田地间 今天我参加演出心里辈儿高兴 我们来一段 现编现唱在这演 好 今天的宣讲人 是胡振刚 与张全 他们两个不简单 探访产业 走进了田间 他们挑灯战夜晚 运筹三更天 雄心谋大略 计划一篇篇 一场新的较量 即将开始 咱们看一看 来关一关 为他们欢呼 为他们点赞 为他们呐喊 我们天津人民欢迎你 欢迎你们到我们天津来参观 谢谢 再次掌声送给李老师 这段现挂太精彩了 来 现场的各位乡亲们 各位小朋友们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 大家好 这里是由中央农办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农业农村节目中心 共同主办的 听党话 敢党恩 跟党走 主题宣讲活动 乡村演说家天津站的节目录制现场 我是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持人 嘉宁 大家好 来 我们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演讲人 胡振刚 胡书记 来 主台商务胡书记 请先胡书记来讲 各位小心码头的乡亲们 大家好 我是北神区青光镇寒家树村党委书记胡振刚 作为一名村书记 经常有人会问我 在我年轻的时候 对于村子的未来会想象成什么样的 这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 像今天咱们小心码头这样 管理民族 乡风文明 风景如画 生活富裕的样子 可是你们知道吗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村子寒家树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候的寒家树正处在经济的低谷期 由于汽车配套产的衰落 16家村办企业相继停产 1000多企业职工纷纷下岗 村里只能靠吃鸡垒过日子 到03年底村集体负债达到了1000万元 年轻人见没有了希望 都纷纷离开村子出去谋舍 当时的我也想出去闯闯 但无奈的是 因为家庭原因 我不得不留下照看病榻上的父亲 那时候我18岁 刚刚中专毕业 就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 去了村集体的建筑企业工作 这一干就是12年 2007年是我的儿里之年 也是寒家树村的二次创业期 村里要选拔培养年轻后备干 我很幸运被选调到了村委会工作 负责筹建占地面地400亩的寒家树钢材市场 400亩的施工现场 十几个建筑队 几百名工人昼夜奋战 盯进度把质量抓烧商 样样都离不开我 大家看看我的头发 就是被这400亩土地上的风沙给耗掉的 一直到今天都没长回来 好在我不辱使命 7月份的时候市场便建成开业了 我当了市场管委会主任 成为了当时村委会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至今我在寒家树村村干部的岗位上 已经干了13个年头了 我把我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我的寒家树 而此时的寒家树村 也将迎来它的第三次转型发展期 它需要更多年轻的血液 需要更多高学历的人才 可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村里高学历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都不回来 通过走访我才知道 年轻人不回来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的村子 不了解村里的过去 不了解村里的现状 更不要说憧憬未来了 到底怎么做才能留住人才 到底用什么办法 才能吸引外流的人才回村来创业发展呢 这两个问题一直所绕在我的耳边 回想当初18岁的我也是想往外跑的 但为什么我留了下来 除了附近的原因以外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村里 给了我一个可以施展的舞台 让我的人生有了价值 对 就是这样 瞬间我醍醐灌顶 终于弄明白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那就是发展平台和发展空间 试想村里如果有适合他们的岗位和发展空间 那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去外面打拼 为此我们特别制定了寒家树村的人才发展计划 从培养青年员工和大学生入手 并决定成立寒家树村大学生创业联盟 可通知发出后 报名的除了在村委会工作的大学生以外 外面的却没有几个 可是话已经喊出去了 不能半途而废 于是我让报名的几个大学生建了微信群 让他们把所有认识的大学生都拉进群里 我在群里像朋友一样跟他们聊天 给他们讲村子的发展 讲村子的未来 讲村里成立大学生创业联盟的初衷 就是让有为的年轻人在村里 就能找到自己发光发热的舞台 渐渐的他们被我的想法和真诚所打动 最终103名大学生纷纷加入创业联盟 联盟成立后 为了鼓励年轻人 我又抛出了创业主题电商超市项目 因为我做过调研 寒家树村人口有近万人 每年村里发给村民的福利有1.2个亿 基本都是用于村民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 而村民的主要消费渠道 一是室内的大型超市 二就是网购 村里如果做一个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电商超市 那正好不合需求 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创业主题 并公开招募创业团队 最终池瑞等五人组建的团队 从四组参平的团队中拖延而出 虽然创业团队确定了 可白手起家 这帮孩子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的问题 几个人凑了几十万 可光是建房子就花的差不多了 我问他们还有没有信心做下去 看着他们跟当年的我一样坚定的眼神 我决定再难也得跟他们一起扛过去 于是我带着他们四处找银行跑贷款 最终争取到了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六十万元低息贷款 解决了燃眉之急 大夏天的寒家树三千多户 孩子们硬生生的挨家挨户做了入户走法 在调研过程中他们跟我说 咱们村65岁以上的老人有1500多人 他们不方便出门购物 要不我们就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 我说你们放手去做 这是好事 服务推出后 有一位老奶奶 她第一次尝试在微信里面用语音订菜 当把菜给她送到家后 她拉着孩子们的手 一直说谢谢 说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 有了你们真是太方便了 说咱们寒家树村 不光福利待遇好 还扶持年轻人创业 服务咱们老百姓 这真是太好了 这件事虽然不是多辉煌的事 但是让我看到了当代青年人的坚持和拼搏 以上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正在建设中的寒家树 也是寒家树正在建设着的年轻人 今天我来到了千年古度小新码头 我看到这里的风景比寒家树还美 这里的年轻人跟寒家树的年轻人一样敢想敢拼 就像你们手中的PPT 这就是我和年轻人为小新码头勾画的美好愿景 那是更多人心中的小新码头 和眼前的年轻人一样 未来可期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展示年轻人的搭卷 谢谢各位 我是永远年轻的胡振刚 好 谢谢胡书记 谢谢胡书记 胡书记在讲哪段的时候 讲得特别自信和流程的 就是在讲的这个PPT的时候 就是这两天胡书记的所见所闻 而且这么快的就形成了一些建议 未来我们也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在小新码头村落地 如果落地会落地多少像 落地了之后会有哪些改变不知道 但是起码我们看出来 胡书记是真的动了心思了 而且胡书记之前呢 确实在寒家树那边 带着很多传乡创业的年轻人 一起在干事 今天呢 也有几位来自寒家树的年轻人代表 来到了现场 我们也简单的 请他们来讲一讲 他们创业的一些心得 来 欢迎他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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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穿着制服的 来 先我们大家讲讲吧 就是这个统一的制服 从颜色到你们的logo 是什么一个含义 首先呢 我们是来自寒家树村的大学生 今天呢 也非常荣幸来到了我们的小新码头 刚才主持人问我们这个logo 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这个是smart的意思 是我们原创的这样的一个logo 那代表的是年轻活力 以及和我们超市寓意 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来 问一下旁边的这位 你今天你是哪一年的 我是93年的 93年的 你当时也是被胡书记说服吗 还是 也是 通过胡书记做的这些试计 然后也是把我打动了 然后我确认自己可以回村创业 然后帮助咱们那个寒家树的村民 咱说个实在点的事 就是胡书记最打动你的事 他哪件事最打动的 胡书记就是每天就是工作 他基本就是没有周末 就是一言不合就拿出来一个PPT 对吧 一言不合拿出来一个PPT 然后每天都是在为村里的老百姓 在做一些实事 所以说胡书记这种工作的态度和精神 是最打动你的 对 也是我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 请大家投我们胡书记一票 谢谢大家 好 也谢谢四位创业的年轻人 谢谢你们 乡村建兴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一起同行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请出的是 今天的第二位乡村演说家的候选人 我们有请张权 张总 欢迎 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之前是搞种子的 后来又卖大米 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准确不准确 比较准确 比较准确 张总和胡书记两位 这几天是深入到村子里面 去观察咱们村的产业发展情况 也和很多的村民进行了很多的交流 您是卖大米的 小新码头村的客产也是大米 这俩事最后连接上了吗 我感觉没有问题 肯定能把小新码头的大米做成品牌 卖向全国 卖向全国 卖当一个好的价钱 好 行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张权 听听他 来给我们带来他的演讲 来 欢迎 孙静的小新码头的父老乡亲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好 这两天啊 来到小新码头的村啊 感到啊非常的亲切 因为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啊 离这里啊仅仅二十公里 也是在啊 美丽的朝白河两岸 今天啊 我给大家演讲的主题是 一粒种子的故事 记得 在一九九六年 那时候啊 我们农村啊 大部分还是啊 一家种上几木地 以自流天的形式种植 有一部分农户 开始呢 流转一些土地 做经济作物的种植 我看到啊 我们村和林村的一些老百姓呢 种一些西瓜 非常赚钱 我感觉啊 我也可以把西瓜种好 于是啊 我就把我们村庄头 地势非常好 地力也非常好的 一块地啊 流转了过来 交完承包费 第二天 我坐着公交车呀 就到市种公司去买种 我说哪个西瓜种子好 我要买哪个种子 结果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产品 说这种子产量高 个头大 110块钱一块 一亩地啊 需要一块 50亩地 需要50块 我淋着一家西瓜种子 这一家西瓜种子 5500块钱 我一年的手入啊 也没这么高 我下了车 到了村庄头啊 一个公共电话 我拨了114 这一插呀 周边的种公司 有的价格啊 才30到40块一罐 这样呢 我就找到池里的一些老百姓 种瓜的 我说你买种子了吗 我一罐赔10块钱 100块钱 运给你 结果 不长时间给卖出去了 然后我就打了个车 到了苍州的种公司啊 买了两件种公司 才花了3000多块钱 然后我卖出一件 赚了2000多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 我赚了3万块钱 然后啊感觉到啊 真的 你的种子 这么大的魅力啊 可以改变我的世界啊 后来我就 拎着1万块钱 买了一辆摩托车 买了一部手机 实际买这些东西啊 绝对不是为了炫富啊 骑着摩托车 到有景样的 种植大库里面啊 去学习 我买电话 就咨询一些农资产品 咨询一些技术 然后呢 我窗头放上几本 关于西瓜的 栽培管理技术的 一些书籍 到了西瓜树的时候啊 奇迹发生了 我虽然第一年种西瓜 我西瓜的产量 比一般农户的产量 要增产两三千斤 50亩地 又赚了5万块钱 哎呀 让我非常的高兴啊 非常有信心啊 于是啊 我到了天津农学院 又进来了百菜种子 和芥菜种子 后来我想 自己卖百菜和芥菜 更赚钱啊 我都买了一辆农汽车 自己去卖 96年 当年一年 我存收入十几万块钱 从那时 我内心啊 买下了一颗种子 买下了一颗呀 热爱劳动 热爱经营 热爱农业的一颗种子 买西瓜种子 买辣椒种子 卖玉米种子 卖棉花种子 种西瓜 种玉米 种棉花 什么挣钱干什么 但是和农业 都有很重要的关系 产业啊 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到了2001年 我们在县城 就开了一家门市部 省一座的风生水起 然后我感觉我个人呢 做省一还有点小聪明 就是什么呢 哎 你乘抹大户上我这买了 是吧 特别远路的 我给你把路费让咯 哎 中午时候我请你吃顿饭 然后吃饭过程中 我向这些农民啊 学习很多的先进的经验 掌握了很多的信息啊 短短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小时候被增 到了2004年 我们的产值 已经达到了三千多万 减近四千万 但是啊 好景不长 就在2004年的五月份 一帮农户啊 拿着棉花到门市啊 去找我 他们说啊 张全你把我的棉花打死了 我到地里一看啊 这个棉花啊 确实大面积泛黄 有部分啊还要死亡了 一看就傻了 一些农民啊 看到我来了 有的连哭带闹的就找我 他说张全你必须跟我们说法 我连夜啊 去石家庄去化验 农药到底含什么成分 第二天上午 结果出来了 我们的农药里面含有除草剂 这时候啊 真的人整个傻了 不知所措了 我们卖出十万多亩地 一亩地 赔七八百块钱的话 没有一个亿 也不够赔的 砸锅卖铁也赔不起 那么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想啊 第一 先把所有市场上小说的农药 全部收回来 以免造成啊更大的损失 第二 每批农药都去化验 我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仅仅有五十桶农药 还有除草剂 其他农药都没有问题 我说带着现金 带着笔 带着本 带着尺子 一家一户两 一家一户赔 我们把两百亩地赔完之后 这些老百姓很满意 然后我说啊 一定要把他救过来 他这里面含的是极为量的农药 完全可以把他救过来 老百姓不救 我就寝自背着盘口去给老百姓去救 我整整在地里面啊 得了十五天左右 奇迹发生了 这两百亩地 不但没有减产 还增产了 到了秋后的时候啊 这些农药就找过来了 哎 说怎么 说啊 你的产量也不低 也给你赔款了 这农药就跟我说 因为张犬 你讲诚信 所以说啊 我们不但农药从这买 种子 肥料都从这买 不但我们从这买 我们村里老百姓都从这买 从那时起啊 我的心里啊 就买下了一颗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一定要讲诚信 一定要有责任 一定要敢担当 我想 有了这颗种子 在以后做什么事 我都不害怕了 一定要为家乡做点事 真的 也是成长的 掉了十斤肉 其实我倒觉得 未必说只有幸运 每个人的手中 都只有一票 我们恭喜 天津站的三亏线专家 我们在推广产品的时候啊 一定要自己 先示范后推广 于是我自己 建立了2000亩的 可技示范田 我们推广的一些新技术 也得到了很多 浓厚的认可 我们的产业模式 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 共同的增收致富 其实做水稻啊 我也刚刚这个三年左右 因为我是天津市的政协委员 每次在天津开两户的时候啊 市委市政府啊 高度重视天津小站的振兴 我想啊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 一定要为家乡做点事 于是啊 我们在19年的时候 就开始做小站道的振兴工作 首先啊 我们从狱种入手 我们和农民去合作 让农民你就把庄稼 按照我们的方法去种好了就可以了 然后小时候这一块呢 我们找到了国内大型的商朝 2019年完成了订单面积5000亩 今年呢 我们定单面积一共5万目 短短啊 三年的时间 我们把小站到的大米啊 就推向了全国的市场 故事分享到这里啊 也讲究尾声了 让我记忆忧心的是 去年11月24号 我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表彰大会 我非常有幸的到了人民大会场 亲耳拎了 秦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总书记强调啊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这句话呀 就像一颗种子 又深深的埋在我的心里 如果我们每个人心里啊 都能种下一颗诚信的种子 一颗善良的种子 一颗为农民创富 为农业创熟的种子 我们一定尽快地实现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 我是张全 感谢大家 表现的还是很好的 是不是 张总刚才讲了很多种子 这里面有实体的种子 有心中的种子 有关于梦想的种子 等等等等 做农业每年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就像今年前不久 我遇了一百万牌的水稻羊苗 其中有五十万牌 造成了绝产 能不掉头发吗 和一百块睡不着觉 就前段时间四月份 真的 也是整整的 掉了十斤肉 但是 我就想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问题 一定要积极面对 一定要应当而上 不能退缩 但是 应该说 我的运气 始终是非常好的 到最后 这些羊苗也起死回生了 我遇到一些晚上 还绑住了很多没有羊苗的农户 使用 就在昨天 老喊 就是这个 这个池的农户 包这个池的农户 昨天还跟我说 哎 张总你们公司 是不是有个赵总啊 我还跟他联系羊苗之呢 帮我们这个地方 一个农民 解决了羊苗的问题 做农业啊 是靠钱吃饭 是 真的非常不容易 但是啊 我们大家 一定要有一颗呀 简定不已 应当而上的 这种信心和决心 没有克服不了苦难 说得好啊张总啊 张总说自己是幸运的 其实我倒觉得 未必说只有幸运 一定还是需要强大的心态 还需要科学的方法 等等 才能够一个一个的 卖过这些卡 等等 来同时我们再次有请 胡振刚胡书记 来 胡书记的刚 放在胡书记下面啊 好嘞 谢谢 谢谢 好 好 两位的演讲 大家也已经看到了 他们的表现在你们心中 肯定有了各自的分数 每个人的手中都只有一票 这个米袋子投到哪个缸中 就意味着你们支持谁 请投票 来这边 目前两边的差距是不到五个米袋的 来这边这边 最后几排 最后几排大家可以陆续一块上来啊 好 好 现在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计票 好 通过刚才我们工作人员的计票 乡村演说家天津站的前两名的排名 已经明朗 获得了乡村演说家天津站第二名的三十九票 他是张总 来掌声获得张总 而新一名获得了四十五票 我们恭喜天津站的湘村演说家 吴书记 再次来接盛场所有朋友 也是所有评委你们的观看和投票 我们在地方掌声送给两位监长人 湘村演说家天津站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挺好的 我叫做张轩说挺好的 好给老胡叔叔 张总 我们产生大美要跟我们推销出去 这要让我们农民非常高兴 因为他这几天真的有在调查我们就是 玩些什么呀 就是缺少什么些游乐设施 让老百姓开拓了思想 有了新的思路 他被今后的发展 包括农家院提升改造 包括年轻的创业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步 江峰江湖和其领导 吧 帮他农家